接下来啊 我们来挑战一下 这个六学二部分Hard模式的这个例题啊 有OJ同学可以翻到第70页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道题 给大家一些时间自己先看一下 好啊 大家已经看完这道题了 其实这道题的话呢 它的这个线索比较容易找啊 就是at a time 当什么什么时候 因此空格 和当什么什么时候 后边这些东西要同意重复 啊 其实做题的这个提示词呢 我的找的比较长啊 是这一句话 其实呢 它最核心的是这个词 charges指控和控告 啊 比如说关于政治现金的一种控告 所以说呢 这个选民会怎么样呢 都控告了 所以他会很很不安啊 很不平静 而这个大家看一下 在这六个选项当中呢 地位啊 这个这个执政党呢 被这些不安的选民所围攻啊 besage的败啊 所围攻 所以shore up呢 是支撑和加强 此外呢 这两个单词大家要放在一起 记 很多同学肯定会觉得 这个restless 是不是休息比较少的意思啊 其实不是的 啊 restive和restless是同一词 都是不安的 而这个unrest的也不是说 哎 他不休息啊 比如很多同学 刚才我讲un ed改写 很多同学就啊 过度联想吧 un取一次反 把rest取一次反 就是不休息啊 其实不是的 unrest它的含义是动乱 所以大家这三个词啊 大家要啊 重点要放在一起记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一道题 给大家一些时间 自己先看一下 好 这道题大家自己啊 大概看完了 这道题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其实这道题的话呢 我当时做的时候啊 我先是从啊 这块先有一个大概的推断 real but real呢 它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正评价 负评价的含义 它是一个中性的词 而but呢 它有一个取反的这种含义在里边 就是真实 但是空格的一种天赋 所以说我依稀觉得啊 这个空格里应该填一个 偏负相的一个评价 而我们的这个选项 大家挑一下 有没有同一词呢 有两对同一词啊 一对是A和4D 是受限制的 而C和F呢 是隐藏的未被发现的 都是负相评价啊 所以证实了我的这个判断 此外的话呢 像这个disappointing这个单词啊 提示词也提示了我说 哎 它因为这个展览啊 令人失望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 也是啊 也要填一个负评价的单词 但是 其实这要提我最后啊 我选出这个答案 是用的排除法 是这个词提示了我 forgotten 就是被遗忘的一种画家 被遗忘的一个画家 他具有了一个真实 但是空格的天赋 大家想一想 如果他被遗忘了 他是不是之前被人所知 然后再被遗忘啊 首先我得知道一个事 一个人 我才会遗忘他 如果你选c和f 就是没有被发现 隐藏的这样的一种天赋 他怎么可能又发现 又被遗忘呢 所以说c和f呢 和这个forgotten 它逻辑上是对立冲突的 所以我们把cf排除 选的是a和d d呢是 它有两个意思 一种是局部的 部分的 它是本意 它的隐身意呢 还有一种隐身意 叫做偏袒的 偏爱的 那叫partial d呢是平凡的 大家呢 这个都要掌握 大家来看一下这道题 先给大家一些时间 自己先看一下 好 大家已经看完这道题了 这道题的话呢 其实呢 它的这个 提示词就是keep a low profile 形式很低调 它为什么形式很低调呢 它从这个公司怎么样退出这个公司 应该有一些见不得人的这种 退出这个公司 所以它很低调 但是实际上这道题啊 你如果单词背的足够的好 这道题实际上你直接就可以做了 为什么呢 它只有一对同义词就是义和f 就是它不得体的 退出了这个公司 所以是义和f og给我们的解释是 你像这个神秘的呀 像偶然的呀 其实它都讲得通 但是因为像b和4d 它没有另一组同义词 所以我们都不能选啊 所以最后选的是义和f 而义和f呢 这就是同义词呢 是比较隐晦啊 如果你单词背的不够好 这道题实际上你是非常抓狂的 很可能比如最后选b和f啊 b和e啊 所以可见呀 单词对六选二啊 这个做题的重要性 像有时候我做到这个hard模式的这个六选二啊 实际上它就是这种题非常的多 就是就有一对同义词 但是这对同义词是非常难找的啊 就一对 但是非常难找 不会像前面有的很多题 我一看 我就两对 我就画出来了 我就再去挑啊 再去排除啊 再去选 所以说这道题大家呢 给大家一个这个开开眼啊 就是你以后比如说想考这个160多分 你到了hard模式 你遇到了六选二 很多是跟这种题是非常的相近的 所以你单词要背到什么程度 大家应该会心里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了 以上的就是我对这个六选二部分的例题啊 比较少 一共九道带着大家啊 做了一遍 希望对大家的备考有帮助 谢谢大家 大家